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老师以及媒体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以及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全球网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大湾区卫视的戏曲节目主持人周丽珊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乐剧表演艺术大全音乐卷的正式首发 这是一个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文化艺术工程的重要一环 乐剧音乐是乐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远远流长的乐剧过去就被称为广府大戏 早期的声枪音乐呢 源自于昆曲 易阳枪 皮黄戏等众多外省的戏曲 经过几百年来的演变和发展 已经形成了以板腔体为主 曲牌体为辅的 兼容性的多样性的音乐体系 在上个世纪初期改用了用广州话来进行演唱 并且大量的吸收了本土民间音乐 让我们乐剧更加具有本土特色 广府特色 在全国的戏曲当中独树一致 其中乐剧的曲牌体是源自于昆曲 易阳枪等外省的戏曲当中的大调牌子 也源自于很多例如古典的音乐 宗教音乐 民间音乐 还有很多我们中外的歌曲 各种的小曲以及原创的曲目 可以说是中西河壁 海纳百川 由此可见我们乐剧和不少的外省戏曲呢 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为了更进一步地进行追根溯源的艺术探讨 主办单位今天呢隆重邀请到了来自浙江和广西的两位戏曲艺术家 和我们乐剧界来自省市多位著名的乐剧表演艺术家 进行演唱艺术的交流 相信浙江会是一场既有学术价值 又有欣赏价值的一场戏曲演唱会 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一首经常用于喜庆场面 欢快热闹的吹打乐 乐剧的传统牌子《井繁开》 有请几位音乐老师为我们进行精彩的演奏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价值的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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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几位老师的精彩演奏 早期的乐剧有不少是出自具体剧目 有固定唱词的传统小曲 行内习惯叫大调 那么我们这一次要推出的音乐卷当中呢 就收入了八首用传统官话演唱的大调 这八首大调呢 曲词完整 旋律优美 而且特色鲜明 是乐剧极具特色 极具代表性 并且广为传唱的传统曲目 接下来请欣赏讲述陈妙长以及潘碧正爱情故事的乐剧传统大调 秋江枯别 首先大家听到的是第一个版本 官话原词版 将会由黎俊生 陈运红 两位国家一级演员 梅花奖获得者演唱 第二个版本呢 是乐语填词版 选取的是家瑜户晓的 帝女花 安玉 由国家一级演员 二渡梅获得者欧凯明 以及广州乐剧院著名青年花旦 李嘉宜演唱 掌声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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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掌声有请 掌声 掌声有请 掌声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掌声 掌声有请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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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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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掌声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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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